主料,面粉150克,辅量,酵母,黄油,糖,葡萄干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温水小拌碗,加入一汁白糖搅拌均匀,等水温凉至不烫手时,加入酵母搅拌均匀,静置10分钟左右,待酵母表面用泡沫时最好,面粉放入干净盆中,缓缓倒入开水。 注意控制水量,搅拌均匀,待面粉凉至不烫手时,倒入酵母水,勉强揉成团,好难揉啊,沾手,一直勉强能揉成三光面团的,真没这么沾人过,发酵着两杯大手沾点面粉,抽个洞,不回缩表明发酵好了,加入液化的黄油,揉均匀,取干净盆子,抹上一层油,再发酵半小时左右, 放上洗净的葡萄杆,大火蒸开后,小火慢慢蒸30分钟左右关过后,即可取出适用,趁热吃口感非常好哦,烹饪技巧,黄油要液化后加入,要不很难揉均匀,做发高,水多一点口感会比较难滑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